他就帮我把资料放过来 大家会跳这个 是不是确定 这样就OK了 这样似乎是最快的 OK 那再来的话就是VBA了 那VBA怎么办 其实这一条一看 我是建议你干脆用录制去计算 把刚刚的动作录下来 比较快 对不对 如果以 有的时候真的工作里面就见招拆招 有的时候不是说你只能用一种方法解决 反正你就想哪个方法最简单 你用那个方法就对了 所以请各位第一个 第一个部分记得 如果你要剖析之前 请你先选这边 然后资料剖析 另外的话如果你待会录制聚集 我建议你不要这样选 因为如果你这样选的话 将来资料如果会增加或减少 他就固定了 那怎么选会比较OK 录制聚集也有技巧的 如果你要录制聚集的话 我建议游标先放B2 然后按Ctrl Shift向下 你想说这样选跟刚刚这样选有什么差别 刚刚那个选固定在8 如果这样选的话 他会自动追踪 自动追踪这很重要 如果你不懂了自动追踪的话 以后增加或减少 他就不会动 你变成你要重新录制 永远录不完 如果自动追踪 聚集相对的比较有弹性 这个地方很重要 游标放这边 Ctrl Shift向下 然后再去做资料剖析 另外如果要清除 所以我们两个按钮 一个是资料剖析 一个清除的话就把这个清空 怎么清空 你不要这样选 这样选就固定 按Delete 我建议这样 如果你不要是固定的话 游标一样放在C2 然后把这个范围整个选 选一样快速键 Ctrl Shift先向右 再Ctrl Shift向下 再Delete 这样子比较OK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范围 就会自动追踪 OK 请各位试一下 资料否析 画面防御给我一下 如果说你要 有没有放一次 放第二次 放第三次 其实公司会非常垄长 可不可以说可以 可是不推荐就是了 当然我们在想解决方法 绝对不是只有一种方法 所以我们最后会 像我的习惯 就是反正我在几种里面 挑一个最简单的 不过最后发现 还是写程式最简单 最后就是VBA 几乎什么都可以解决 但是有的时候你用Excel 你可能找不到对应的函数 所以最终 好像写程式他弹性比较大 OK 所以如果有函数我就讲 如果没有也许我们就可能就只能直接写VBA 不过目前还OK 应该都有 但后面有一些范例比较复杂 可能就直接要写VBA 那再来的话我们录制的部分 那还有加入论坛 刚刚有同学有加入我就会审 审核方法这边会跳出来 所以你如果加对 因为可能同学加错了 加到别的地方去了 然后这边就会出现 如果有你的名字有学号 那我就check一下OK 那我就把它申请 那你就加进来 那也就你假如加进来之后的话 你每一次上课都可以看到 而且会自动寄到你们的信箱去 好那这边的话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录制好的 按下它 这边不过会有个缺点 这个东西 这里已经有资料 意思说他跟你讲说这边已经有资料 要不要取代 其实你会想说这边明明没有资料 那没办法 因为这个东西他会以为 Excel里面就是你曾经用过了 他就认为这边是有资料 哪怕你把它删掉 因为他用过了 他就记录了 所以很麻烦 你没办法再把它转成没有用过 所以这很麻烦 所以一定会跳这个 OK 清楚的话 我刚刚做的方法就是 记得一 有标放这边 Ctrl-Sub向下 这样录下来的话 他会自动去抓 以后你这个资料 如果增加的话 比如说这个我把它两个选起来 向下拉两个 然后这两个把它复制好了 这两个 这个把它复制 Ctrl-C 你们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如果说我要增加两个的话 那如果再剖析一下 有过来了 如果你刚刚是这样选的 录下来完蛋了 他跑到第八就停了 清除的话 我刚刚是有标放这边 Ctrl-Sub向右向下 他清除应该就 试一下 清除也OK 也就是说如果你不会写 你至少录制 你要知道录制的技巧 OK 技巧的话记得一定要快速键 千万不要这样用选的 这个是大忌 因为很多人不会录下 下一次要用就不行了 又要再重新录制 那每次又重新录制 永远录不完嘛 对不对 OK 所以如果你实在不会写 没关系 你至少要知道录制聚集的一些小技巧 也就是追踪范围 一定要是Ctrl-Sub向下 这个 那如果要清楚的话 是Ctrl-Sub向右向下 这样子 再按Delete 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